大家好,我是小杨,大家都应该知道南瓜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,但是很多孩子都不喜欢吃,今天呢我就用南瓜给大家分享一道孩子特别喜欢吃的一种做法,首先我们把南瓜皮去掉,用叉子再擦成细丝, 再来切点葱花,再切点火腿丁,在南瓜汁里打入三颗鸡蛋,加点食用盐,再来点五香粉,再把切好的葱花和火腿丁倒入里面,搅拌均匀, 再加入一大勺的面粉,这个面粉的量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来添加,像这样就可以,平底锅预热刷点食用油,搅拌好的菜糊倒入里面,用铲子铺均匀, 上面再撒点黑芝麻,盖上盖子,烙上两分钟,时间到了以后再翻个面, 再烙上两分钟,让这种有点微微鼓起来,两面轻黄出锅就可以了, 切成小块就可以食用了, 美味的南瓜丝鸡蛋饼就这样做好了,口感清淡,营养又丰富,而且颜色也非常的漂亮,方法非常的简单,早餐不知道做什么的可以尝试一下,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喜欢我的视频点下关注,感谢大家,我们下期再见